习近平独权推升继任者更加危险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 中共在星期五也就是11月12号的时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进一步的阐述了刚刚闭幕的中共六中全会的意义 不过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记者问答当中 中共的官员应答不脱六中全会星期四 也就是11月11号闭幕时 透过官方媒体所发布的公报 也没有公布已经通过的所谓第三次历史决议的全文 中共宣传部的副部长王小辉星期五 也就是11月12号的时候重申 六中全会除了确立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之外 也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对此多位受到《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表示 新版的历史决议给了习近平明年争取第三次连任 中共总书记以及国家主席的合法性 但是他把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推到如此定于一尊的崇高 很可能反而给中共未来执政党中央的决策风格 乃至下一次权力如何交接埋下了更多的风险 报道指出中共11月1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进一步地阐述了六中全会的意义 不过出席新闻会的五位中共的高层 包括了中共宣传部的副部长王小辉 以及中共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江金泉等人 仿佛像按下了录音重复建议般 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几乎和六中全会闭幕后 官方所发布的近8000字的公报大同小异 其中王小辉重申在六中全会上 党确立了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而关于第三次历史决议的内容 王小辉则表示 这一次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一共分为七个部分 在内容上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与前两个历史决议主要总结党的经验教训 分清历史是非不同 这一次主要总结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第二就是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 发生的历史性的变革和累积的新鲜经验 因此他说这一次的决议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 用较大的篇幅总结了党的十八代以来的原创性的思想 变革性的实践 突破性的进展和标志性的成果 这有利于引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的坚定信心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 建立新时代 不过到底决议的全文内容如何 中共至今尚未公布 外界也不得而知 也因此中共的六中全会在闭幕之后 各界大多只能够针对已经发布的公报 来一亏四天闭门会议的可能进程 特别是针对公报当中所强调的字眼 来解读中国未来的走向 其中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是公报当中强调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对此全球的主流媒体 比如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 星期五也就是11月12号的解读 大致可以总结为 习近平透过这次会议 确立了其与毛泽东和邓小平 一般高的历史地位 也进一步的强化了他个人的权利 和在中国的形象 更为其继续连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甚至自我加冕终身制打下了基础 另外早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 各界一度盛传习近平进一步的论述 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到他执政之下 如何让中国从强起来 富起来到站起来的三段论 以这样的论述来直接的抹杀 他上两任中共的领导人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历史存在感 不过现在从公报的内容来看 外界先前的揣测并不完全准确 对此位于台北的长期观察 中共政局的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 主任蔻建文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政治文件一向高度的重视结构的严谨 因此书里这次公报可以发现 习近平虽然没有直接的刷掉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历史存在感 但细数历代领导人关键词出现的次数 以习近平的名字跟他的思想出现的次数最多 多达17次 相较于毛泽东只有7次 邓小平5次 而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个人也只有出现各约5次 这样的比例结构并非偶然 其实也就反映出了一种习近平权力最大的比重和观感 报道指出 依据中共自80年代以来的惯例 每一届的中央委员五年任期当中 所召开的七次全体会议都各有着重的议题 其中六中全会多半是聚焦意识形态和党的建设工作 同时也会讨论到下一届的人事议题 而本届六中全会之所以格外的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 仍然是基于习近平打破此前的惯例 酝酿于明年的二十大续任总书记 甚至传闻将改回毛泽东时期独有的党主席 更进一步的强化独裁威权 因此而引来了一连串的不确定性 不过即便中共人士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目前的主流看法皆认为 习近平在排除了连任限制 又没有推出接班人的前提之下 他明年就卸任的可能性几乎很低 也就是说他未来继续掌权应该是可期的 只不过习近平透过六中全会把自己的地位和权势 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而在他的执掌之下 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挑战又高 分析师表示 这对他未来的施政带来非常多的挑战 此外由于中国的政治局势攸关台海稳定 台湾学界历来也高度的关注中共的政权更迭 他们除了针对六中全会的公报进行了文本的分析之外 也高度的关注中共此一最新的变局 对其内政外交尤其是两岸问题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 在星期五也就是11月12号 在一场座堂会当中就指出 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政治不但是以战狼外交无所不为 取代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未来势必会在国际间推广中国模式 意图让世界遵循中国原则 他表示习近平所高举的共同富裕 其实就是劫富济党 而非社会学所指的所得分配正义 他也表示中国总体经济的路线 也是国家管制主义取代市场社会主义 从而走上了以党取代市场的回头路 宋国成强调 这一次的全会之后 中共对台湾的叙事是最令台湾人忧心之处 这一次的全会是以必然要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任务 来取代国共内战的延续性 宋国成表示因为把台湾问题 列入了百年征程的一个重大议题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当中 习近平必然要解决台湾问题 位于台北的政大东亚研究所的所长王信贤 也同样对于中共将台湾问题 镶嵌进入了中国整体发展进程 表示了担忧 他呼吁台湾人需要警惕 中共在这一次的公报当中 将涉及港澳治理的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的手段套用在了台湾 他说尽管中共官方没有把爱国者治台喊出来 但是从涉台系统近来所谓的 惩戒台独人士的精准打击当中 就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手段 他说如果中共在尚未公布的 第三次历史决议的全文当中 再一次的明确提及了涉台的立场 届时中国恐将加大对台的压力 另外有中国的学者认为 习近平明年如果打破了惯例延续任期 将为中国长远的政治稳定埋下风险 扣贤文直言 习近平立下了潜力之后 未来他的继承人的问题将变得更加的难以解决 因为当习近平被描绘成为地位崇高 无法取代的伟人的时候 那到了后习近平时代 无论谁来接班恐怕位子都坐不稳 毕竟核心只能有一个人 他的继任者势必在接班的前后 将与习近平出现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 尤其一旦习近平如果年事见高 健康又出现了状况 没有排定接班人的情况之下 中国将瞬间群领无首 问题将会更大 另外有分析师表示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 前后二十年间中共的权力核心 曾出现了所谓的隔代指定接班 以及七上八下等一些不成文的惯例 但是每一届中共的党代会之前 复杂的权力分配跟人事安排 仍然会提前一年就成为国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如今各界紧盯的则是一年之后 没有惯例可循的中共二十大 和后习近平时代的诸多便与不便的挑战 曾为中国民主运动深陷淋雨的王丹直言 经济下滑再加上习近平的独裁作风 导致了中共党内的不和 内斗暗潮汹涌 习近平和他所主政之下的中国未来 所面临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大 好再来看一下六中全会的决议 说习近平巨大的政治勇气超越了所有的前任 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指出 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六次全体会议 也就是中共的六中全会 星期四也就是十月十一号的时候闭幕 会议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决议 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这份名为中共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文件 总结了中共建党百年以来的历史 阐述了中共的主要成就和未来的方向 这是中共建党以来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 第一份是毛泽东在1945年做出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份是邓小平在1981年做出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作为第三位在任内通过此类决议的中共领导人 习近平在党内的第一位 已经与党的创始人毛泽东 以及继任者邓小平不相上下 一些观察师认为 该决议是习近平试图扭转数十年以来 中国领导人权力下放局面的最新尝试 后者始于邓小平时代 并且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大致延续 这一迹象表明中国可能回归所谓的个人崇拜 为期四天的中共的六中全会在北京闭门召开 参与者包括了370多名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 以及候补委员 还有中共的纪委常委会的委员等等 六中全会是明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党的领导人参加的最后一次重要的会议 预计习近平将会在明年的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当中 寻求开始他的第三任总书记的任期 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取消了国家主席 最多担任两届的限制 由于中共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往往是由一人来身兼 这实际上为习近平的终身掌权铺平了道路 这一次决议的全文尚未公布 但是官方媒体在星期四夜就是十月十一号的时候 发布了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公报 为预计在近期公布的决议提供了开胃菜 与四十年前邓小平主导的上一次决议 批判中共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一样 已经公布的公报没有琢磨于任何历史错误 而是称中共过去一百年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弘的史诗 该公报表示习近平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 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 公报表示习近平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而后者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公报还列出了中国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 以及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该公报将习近平赞颂为一位有着巨大政治勇气 强烈责任担当的伟大领导人 解决了前任无法解决的问题 报道表示在中共六中全会召开之前 中国的官方媒体已经持续的展开了宣传的攻势 大力的赞扬习近平的成就 很多报道称赞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 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教授杨大利向BBC表示 因为中共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该体系过去一直强调理论的地位 领导人不能够仅是一名政治家 还要是一名理论家 杨大利表示习近平之前已经是党的核心 所以现在地位有了理论也有了 之前人们不太确定他会不会连任第三届 现在来看顺水推舟 公报还特别提及了香港和台湾的问题 称习近平领导党中央采取一系列的举措 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导致的重大转折 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 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台湾问题上公报称赞习近平领导党中央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扰 牢牢把握两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尽管公报大部分的内容都聚焦于习近平 但是也分别提及了前四代中共的领导人的贡献 他称赞毛泽东时代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邓小平时代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江泽民时代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胡锦涛时代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外报道指出 有专家向BBC表示 从本质上来讲 该决议巩固了习近平的个人权利 中国时事分析网站内参的编辑倪林超表示 习近平正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为中国国家历程的史诗当中的英雄 他也表示通过推动历史性决议来将自己置于党和现代中国宏大叙事的中心 习近平正在展现他的权利 这份文件也是帮助他保持这种权利的工具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的副教授庄家颖表示 该举措是习近平区别于其他的前任中国领导人 他表示胡锦涛和江泽民从来就没有像习近平那样拥有巩固的权利 然而目前还不清楚 即使他们有类似的机会 他们是否也有这样做的倾向 另外庄家颖表示 现在肯定有很多对习近平个人的强调 他变得更加正式化的程度 是目前许多人所关注的 之前通过决议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都把此类的决议作为与过去决裂的一种方式 第一份决议在延安整风背景之下起草和通过 批评了党内一些人的错误路线 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赋予了他足够的权力 使其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成为了最高领导人 1978年邓小平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 他在1981年发起了第二项决议 批评毛泽东在1966年到1976年间 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邓小平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倪林朝表示 不同于以往的决议 习近平希望通过他的决议 转而强调连续性 杨大利认为习近平在执政五年之后 便取得了核心的地位 以他命名的思想被写入了中共的党章 如今再一次通过决议 他的强势领导地位在中共历史上的确非常的特殊 他表示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 虽然他也是很有权势 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不愿意管一些细节 时不时的还想退居二线 而习近平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并且在包括接班人之类的很多事情上 很明确地告诉你 他不要考虑其他的选择 不过专家们认为 政治仍然可能是出乎意料的 尽管有证据表明 习近平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维持领导地位 但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倪林朝表示 中国的精英政治是不透明的 所以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再来看一下 拜习会将在15号的晚上登场 白宫表示不寻求特定的成果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信息表示 首场拜习会将与美国东部时间 11月15号的晚上登场 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在11月12号强调 会议是要为美中竞争定定规则 目的不是在寻求特定的成果 双方会谈论美中可合作之处 拜登也会毫不保留地表达美方的关切 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在11月12号的时候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美国东部时间的 11月15号的晚上 也就是亚洲时间的16号的上午 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召开线上的会议 这将是拜登上任以来 美中领导人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由于时间的问题 拜登目前还没有规划 在会后召开记者会 针对拜习会可能的成果 沙奇在11月12号的白宫解冒会上表示 拜登9月9号与习近平通话时 谈到了领导人互动的重要性 不是因为美国寻求特定的成果 美方并不寻求 而是要为美中有效的竞争来定定规则 让美国得以捍卫自身与盟友的价值 同时讨论美中能够合作之处 沙奇指出 美国相信也了解激烈竞争是美中关系的一环 而激烈的竞争需要积极的外交 拜习会反映美国积极外交的作为 也是一种延续 外界不应该期待会议是为了寻求重大的成果 另外美国政治新闻媒体上个星期的时候报道表示 拜习会虽然不预期会有重大的突破 但是消息是指出双方可能会宣布 就领事馆重启松绑签证限制达成协议 报道指出 川普政府去年7月份以北京从事间谍工作为由 下令关闭了中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馆 北京则以关闭美国驻成都的总领事馆作为报复